嘿 大家好 我是熊月 歡迎收看我的遊戲實況 今天要玩的是我和他的世界末日 上一集破出了一個BAD ENDING是 原本是 男主跟女主他們去找傳郵件的那個人 結果 男主意外發現 那個傳郵件的那個人 被書櫃壓死了 於是 女主說 於是女主 要求男主就是要好好的安葬他 所以男主跟女主就是把書櫃抬起來 可是因為 過語太重 所以男主 想說趁他 撐住那一瞬間 叫女主 遠離那個書櫃 結果 在撐起來那一瞬間 男主因為踩到了血跡吧 所以滑倒 意外的被書櫃壓死 對 意外身亡 這就是被那天淋視的那個 一個結局 啊 真是蠻 蠻意外的啊 這突然就被壓死了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那 那麼 就 從這裡開始讀取就是 主角說要玩摸摸頭的那個地方開始 上次我們選的是摸摸頭嘛 這次我們來選 捏捏臉 選哪一個都不行啊 摸摸頭不行 捏捏臉也不行 不會好感度又下降了啦 這些都大致看過了 所以這些我們就大致跳過 可 可 但 來看一下好感度 喔 還好還好 沒有像上一期那樣 就是提防我們 還好還好 這次就不要玩什麼娛樂了 怕主角又麥了 怕主角 又再次 想一些有的沒的什麼鳥娛樂了 我們還是聊天吧 來聊聊天吧 好啊 這段也看過了 所以我們也 每天真的好開心喔 跳過好了 ..." 對 你不太好了嗎 太好了嗎 這次也好 好 好 開始了 我如何為描述 一樣再聊一次 這問生我習慣 大概已經習慣得差不多了吧 這應該也都看過了 所以就跳吧 吃飯,聊天,吃飯好了 然後這邊也就跳過了,這邊就看主角耍智障 差不多要洗澡了吧,有有有有有 上次我們讓他洗,結果主角說因為太放縱他了 就是太,太配合他了啦,所以這次我們就學堅決不行 不行,我們剩下的水也不多,你堅持,讓我們堅持多久 一瓶都不能浪費 可是,可是 我會想讓你洗澡啊,可是因為讓你的,讓你洗,反而讓主角 對,結果主角反而死了 因為就是太,怎麼講,太醜啊,就是太醜女主了 所以反而,反而就是去找那個發郵件的那個人,呃,因為聽了女主的那句話 結果,意外的死在書櫃下,一切都突然的太快了 特殊時期省著忍耐,不然到時候我們都死,得死 要不然,要不然,我每天少喝點水,慢慢攢起來的量,起碼能擦擦身體吧 可以吧,一瓶水擦身體應該夠了吧,放在水桶裡 身上好癢,好難受啊 不洗澡又不會死人,不喝水可是會死人的 可是 哈哈哈哈 喔 好,好,這樣 是這樣 有我們的 畫面 今後 都是 劇者 還是 是 那 都是 我們 我們 這裡是沒辦法的事 嗯...欸? 女主生氣了 不理我了 她對我的態度有些...捉摸不透 還似乎一直在偷偷觀察著我 蛤? 我們來聊天一下 好啊 欸? 怎麼又突然那個 好啊 到了晚上囉 睡覺囉 早上好 剛睡醒了齁 看她有些失誤 嗯... 只是有點沒睡醒 喔 這一段也看過 不用了不用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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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半信半疑欸 選擇吃飯好了啦 畢竟聊天也沒什麼聊啊 噹噹噹噹噹 蛤? 然後這段也看過了 就大隻跳吧 嗯? 嗯... 先... 嗯... 還... 不... 你知不覺又過了一段時間 嗯... 好啦 稍微... 稍微有點精神了 應該... 應該... 不會... 半信半疑了吧 他雖然一直盯著我這邊看 不過氣氛上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緊張 只是保持現狀的話 真的能讓人滿意嗎 我來 聊天聊天 來個聊天 來個聊天 我試著向他搭話 來隨便聊聊天 好啊 好啦 現在聊天也沒什麼了 那... 我們... 就... 好啊 啊... 怎麼會... 這段也看過了 所以我們覺得也是大隻跳 先看一下喔 他這個跳得很快 因為怕等一下錯過就是沒... 我是不知道他不會就是... 直接...也... 我沒看過的那... 那段劇情也跳過啊 那段劇情也跳過啊 一般來講是應該不會啦 只是... 會怕會有... 這樣的情況發生 OK... 到了...到...到 這邊也都看過了 就... 一樣稍微大隻跳 主角進去發現就是那個人 發油鏡的那個人 被蘇哥壓死了 然後... 就是來不及... 阻止女主去看 你的臉色好... 哼... 可是為什麼會被蘇哥壓死 照理來講... 沒有地震啊 還是因為他...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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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東西 反而不小心... 把書櫃弄倒 然後就... 就壓... 壓死自己了 也有這種可能發生啊 欸? 欸... 劇情不一樣了欸 果然不... 你看... 你看... 我再去看看很快就會出來 那些... 欸... 欸... 那些... 那些... 你終於出來了 真的等了好久喔 我擔心死了 他已經... 他已經... 一見到我 就急忙詢問者裡面 我養了... 養... 你的... 蛤? 養了養手裡的... 瓶裝水和餅乾 故事 這個人大概... 這個人大概這段時間都很痛苦吧 我發現他的時候... 他群的... 被壓在數個下已經斷氣很久了 稍微檢查了他的狀態 簡直... 常不能睹 那似乎唯一能夠活動的... 雙手... 搭在你自己有些... 可以想像的... 直接在敲門的... 之前我還懷疑... 他... 為什麼他會在... 里讓我拿走他房間裡的補給 明明他... 你都說很久沒死了 喔... 所以他在發郵件的那時候 就已經被書櫃壓了 哇靠...壓這麼久喔 哇... 很慘耶... 難怪他會說他肋骨斷了 所以... 這裡... 的... 地下室... 還有其他幸存者在就對了 因為... 他就是其中一個... 可是... 他也是滿慘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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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了不要再說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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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那房間應該也都... 調查完了啦 他看起來非常消沉 但還是主動幫我提了一箱水 喔... 又有一箱水了耶 摸了摸了他頭 劉沐使者留下了一餐睡一大洗洗水 既然又拿...又...又...多拿到了一箱水 這樣的話...女主應該... 真...應該可以准... 准許女主去洗澡了啦 如果能好好暗葬他就好了 NO! NO! 絕對不行 是很想為他暗葬 可是 會帶來壞結果 不行 真的不行 只能 只能捨棄了 這大概是不可能 那個書櫃我一個人 對 真的 反而一個 一步好踩到血跡滑倒 死了就是 我們了 就算是我們兩個 甚至有點血 就連回城 所以這遊戲有時候不能對 女主太好欸 什麼鬼啊 因為 因為 那時候我們選項 對他太好 就是讓他去洗澡 反而 反而走向了Bad Ending 什麼 太殘忍了吧 所以 所以我們還是要走 主角的那種個性走就對了 說不行就是不行 終於回到我們 那間熟悉的地下室 總算回來了 多虧了 多虧了你 才能帶這麼多東西回來 謝謝 啊 我 如果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你陪我一起去 我大概 見到那種 墟狀之後 才會很溃 想到外面還有你再等我 就 一揚 然後 喔~~ 瞧你說的 哇~~這種 這種 這種場面 講這種話 有點像在告白啊 沒什麼 討厭啦 他突然朝我露出一副高興的神情 有了這些食物和水 我們一定能撐到救援隊到來的 主角有說過 食物跟水 可以撐過 一到兩個月 現在又拿到那個 傳郵件的那個人的 食物跟水 所以 又可以多個 一兩個月 所以差不多就是到 三四個月撐過 那可以撐過到蠻久的一段時間 我們還能夠活下來 真是太好了 將近可以存活到半年左右有欸 快了啦 快半年了 沒有像那個樣 那個人那樣死掉 真是太幸運了 有 已經發生過一次了 就算是現在 我也沒什麼實感 因為有實感的人 全都死掉了 我們能堅持到 現在大概已經是一種奇蹟了 哈哈 說得也是 不過 為什麼是我呢 欸 之前 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 為什麼在世界末日來臨之前 你就已經帶著我逃到這裡了 因為 我喜歡你啊 這個嗎 也許是某種 預感 或是預兆吧 你看 地震來臨之前 不是會有各種 異常現象嗎 有點坐地難安 痾 就在那一個 突然收到一條 短線 對 上面說世界末日馬上就要到啊 高鞋看到這條人 迅速去避難 只是可惜 我的手機上了 就不小心 不然一開始就給你看了一個 可怕 嗯 但如果是我收到這樣的短信 肯定會當作惡作劇吧 因為這種事情 不管是誰都不會相信的 不是嗎 是沒錯啦 或許吧 我當時是怎麼想的啊 昨天有點想不想 我看過一個 一篇童話 講的是一個中年大叔 作者 非得是出本 就一個門 相信家人 等到世界末日 所有人都會 這樣啊 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呢 我 我 你大概不記得我幫你帶之前的事情了吧 嗯 腦子裡一片混亂 就算絞盡腦子去回憶 卻什麼也想不起來 蛤 真假的 我 似乎是強行把你綁架過來的 綁架 哇塞 原來是這樣啊 難怪我當初 難怪我當初剛醒來的時候 以為自己被綁架犯綁架了 嗯 這種事情 除了原諒你 還能有什麼辦法了 誰叫你救了我呢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我明明在班上 都沒和你說過幾句話 如果要救的話 肯定是選最重要的人吧 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啊 哇靠啊 真的被我講 對了 哇靠 因為 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啊 哇靠 我只是隨便講講而已耶 我當時看到那條短信的時候 大腦瞬間變得一片空白 然後 然後 腦中 第一個浮現出來的面孔 就是你的笑臉 所以我當時一直憑著 一個念頭在行動 想救你 哇 這是愛的宣言吧 人在最危急的關頭 心裡最想救的 一定是自己最喜歡的人 一定是自己最喜歡的人 哇靠 孫子共白的主角 哇塞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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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以前就一直希望著你 所以我一定要非救你不可 不管用上什麼手段 也要去救你 所以今後不管在哪裡 請好我一起 哇 這是結婚的宣言 哇 哇 這個算是告白嗎 算喔 你這是什麼反應嗎 好好笑喔 突然變成告白了 有點不知所措呢 而且我是有男朋友的 靠 你那男朋友就不要理了 你那男朋友都死了 可是 我現在只想著能繼續活下去 沒辦法考慮其他的事情了 所以 很抱歉 現在還沒辦法回復你的心情 沒關係 我能 我能等你回復的那一天來 我能等 因為 恋愛 因為 肯定是要有恋愛的感覺才會開始的嗎 那種讓人臉紅心跳的 喜歡他人的心情 我現在 還沒空去擁有吧 也是啦 因為現在世界末日 誰會去管其他事情喔 但是活命最重要啊 好啦 沒關係啦 我能等啦 好啦 別吹頭臟氣的啦 或許 等到救援讓我們安定下來之後 再來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也不錯 喔喔喔喔喔喔 對啊 因為 女主是說 她沒有辦法 現在也沒辦法 去考慮這件事 因為 他想要繼續先活下來 活下來 也 他 這句話不代表是拒絕耶 你還這樣想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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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嗯 差不多該到睡覺的時間了 晚安吧 哇 主角出頭天了 好突然喔 直到剛才心還一直棒棒直跳 沒想到自己居然這樣告白 一點氣氛都不懂 我應該是被他說服了吧 如果真的未來真的能夠變成那樣 那就太好了 但願吧 蛤 你可不要被那個女人騙了 她根本不可能喜歡你 畢竟你對她做過那樣的事 一旦你們被救了出去 她肯定會躲你遠遠的 你再 你就再也見不到她了 啊 哎呀 你似乎還和她說 你是把她弄暈綁架過來的 那可不得了啊 你她的心裡一定恨死 恨死你 只是現在暫時不得和你在一起 假裝神經 不然你們早就 在一起了吧 你可是為了她 付出了一切的人 她就忍心這樣對你 別老是隱附 別老是隱附 這什麼字 用包啊 還是蠢包 的樣子 是男人 該上就上 別再忍耐了 要她明白什麼才是愛 是誰 是哪個混帳一直在 故意的 誘導 主角 不要做傻事啊 主角 該不會是 主角的 惡魔的 另一個自己吧 就像 有時候我們就是會 會有兩個聲音 一個就是 天使 好的 一個是惡魔 壞的 就是會有兩個聲音 就是告訴你 什麼事 不能做 什麼事 該做 什麼什麼的 那你就會一直很猶豫 到底是要相信 好的 自己 還是壞的自己 好 好 好 彷彿 剛才身邊真的 有個人 錯在自己的耳邊 跟 看自己說話一樣 哇 想起大家偏問的 脆肢 心裡開始 躁動起來 要說 沒有一點興趣的問題 是在 自 七七的 我的理性告訴我 如果趁我 做 無意 發第二次 世界末日 所以 哇 這個又要選 等一下 這個我先記錄 第一個選項是 遵循萬物的規則 解放自己的壓抑 許久的慾望 第二個是 拼命壓抑著 一死的慾望 理性 對待自己喜歡的人 一般來講 世界末日 好的人 一定是 壓抑自己的慾望 壞的人 就是真的遵從 萬物的規則 是我 我選擇這個 現在的生存狀態 的確 非常的嚴峻 食物 碳水暫時不用 對啊 因為畢竟 又拿到那個 發油件那裡的 水跟食物 可以再 活個 又多活了 一兩個月 現在哪還有心思 去喜歡別人 去談什麼戀愛 一起互相 扶持著 生活下去 才是正確的 negatives 畫 中文 望著他安詳的睡 寫 不禁有些是出聲 他能睡得這麼安穩 一定是相當信任我 我可不能辜負她的期待 世界末日又怎麼樣 怎麼樣 我都發誓一定要救他 幫他堅持自己的意願獲得幸福不是你所當的事情嗎 別把手放在毯子外面啊 照亮怎麼辦 哇 主角也 主角變體貼了 主角變體貼了 將毯子往上拉了拉 好啦 已經 已經三十幾分鐘了 我們今天實況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在下方點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也可以點個不喜歡 然後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繼續追蹤我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集實況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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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